这是要被联赛处罚 你这种方式啊 这个一定要冷静 这个一定要冷静 因为这种行为是要被联赛处罚的 这种行为一定要冷静 这是要被联赛处罚的 因为放弃比赛 在比赛当中放弃比赛 是违反体育道德精神的 因为之前有过前车之鉴 李春江知道 当年在带这国庆队比赛 在比赛当中退出比赛 后来被篮鞋重罚了 这个在比赛当中 如果中途离开的话会是很严重 因为理论上讲 现在比赛并没有结束 还有零点几秒钟 不是说比赛时间到了 朱小川现在也已经控制 不太了自己的这个情绪了 向整个技术席以及裁判组 去大发雷霆 现在小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这个比赛呢我不知道 先别管结果 就这场比赛彻底结束以后 那么对于北京队主教练 谢礼宾啊 宅小川啊就是包括刘教宇刚才这些手势动作 会不会有追加处罚都得打一个问号 对现在这个场上是完全一个失控的局面 现在这个局面是每个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球迷包括我们就是每一个热爱篮球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现在场上有点失控 现在镜头给到了当值的主裁判汪梅 他这次判罚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这个判罚就直接会改变比赛的结果了 但是说实话啊 我们客观的来讲就抛掉任何情绪 嗯 这个时候北京队哪怕你把这球场给翻过来 裁判也不会再改判了 因为看完回放所做出的这个判罚 不会说再去变了 改判是不太会改判了 因为判完已经出来这个结果了 是很难去再抹掉的 对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谢指导和小川一定要冷静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大家都是在这个怎么说呢 这还是常规赛 一个大家庭里边去去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啊 包括汪梅知道也是和他们都很熟的 大家都很熟的 你这个时候如果闹得太太僵的话 对以后也不好 看这个球权还是给到布克 对 时间在流逝 就看布克了 布克今天晚上最关键的一球 五秒四秒三秒 感觉你看还是要投三分 短了 没劲呢打加十了 加十赛 92平 果然跟我说的一样 好像这种时候就没有球队会再太去选择说攻篮下 大家都是以更安全的方式 就是我不丢球的方式 我去投三分 但是这个呢就大大降低了你绝杀的成功率 你看这球顶着两个人的干扰太难了 这球打的其实也没毛病 就是说那我最后把球交给我的主将啊 绝对的主将来打也没毛病 那么这就是完全球员之间的和教练组的一个选择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比较有趣比较精彩啊 我们看了一场非常跌宕起伏的比赛 裁判这个时候回看 是不是要看时间是不是还有一些剩下的时间 但是北京队没有暂停了呀 他们就算是这个球拿到篮板 看一下这个球投出去之后 是犯规吗 就是要看有没有犯规动作吗 脚下 哎呦 这一下还崴脚了 如果这个球不犯规 打加时那么深圳麻烦大了 你这种崴脚啊 我觉得布克不一定能打加时赛 哎呦崴脚了 哎呦这下崴得还挺严重的 挺重的 崴下来就是内翻 脚踝往里边内翻 哎呦这下看着挺痛的啊 怪不得布克在落地之后 一直捂着自己的左脚脚踝 换脚了 他万一这个加时赛不能打的话 损失特别大 呃刘潇宇这个球 有垫脚的嫌疑吗 这个 不好说 我们真的作为评论员不好记评论 让裁判员去做决定 做他们的工作吧 嗯 现在压力来到了当时的裁判员的肩上 这这最后一秒啊 这种球你如果吹一个三分之下犯规 让深圳罚球就有意思了 哎呦围体犯规那这样等于是 哦杀死比赛了呀 等于把胜利直接给深圳了 哦这是一个围体犯规 哎呦那这样的话很可能就直接杀死比赛 就是说判定刘潇宇这是个故意垫脚了 嗯 他认为 刘潇宇还 有刘潇宇其实 你这种动作啊 这种动作 还是少做 还是少做 你看现在北京首强全队 包括教练员和球员都非常的义愤填膺啊 认为这不是一个 围体 对这个 这个判罚太戏剧性了 关键是 哦那这样的话 记录台显示刘潇宇已经遛犯 犯满 这时候别管遛犯 甚至直接博拳 夺拳 都没有问题了 就是起码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什么犯规都 只要它是个犯规 比赛就结束了 而且是 围体加 对一个围体加一个计犯 哎呦那这样的话 而且整个北京队好像直接就离场了吗 谢指导说要带着球员离场 直接离场 但是你这种方式啊 这个一定要冷静 这个一定要冷静 因为这种行为是要被联赛处罚的 这种行为一定要冷静 这是要被联赛处罚的 因为放弃比赛 在比赛当中放弃比赛 是违反体育道德精神的 因为之前有过前车之鉴 李春江知道 当年在带这国庆队比赛 在比赛当中退出比赛 后来被篮鞋重罚了 这个在比赛当中 如果中途离开的话 会是很严重 因为理论上讲 现在比赛并没有结束 还有零点几秒钟 对 不是说比赛时间到了 展小川现在也已经 控制不太了自己的情绪了 向整个技术席 以及裁判组去大发雷霆 现在小川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啊 这个比赛呢 我不知道先别管结果 就这场比赛彻底结束以后 那么对于北京队 主教练谢力宾啊 展小川啊 就是包括刘小宇 刚才这些手势动作 会不会有追加处罚 大家都得打一个问号 对 现在这个场上 是完全一个失控的局面 现在这个局面是 每个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球迷包括 我们就是每个热爱篮球的人 都不希望看到的 现在场上有点失控 现在镜头给到了 当时的主裁判 汪梅 他这次判罚 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判罚 就直接会改变比赛的结果了 但是说实话啊 我们客观的来讲 就抛掉任何情绪 这个时候北京队 哪怕你把这球场给翻过来 裁判也不会再改判 因为看完回放 所做出的这个判罚 不会说再去变了 改判是不太会改判了 因为判罚已经出来这个结果了 是很难去再抹掉的 对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 谢指导和小川一定要冷静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大家都是在这个 怎么说呢 这还是常规赛 一个大家庭里边去去 这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啊 包括汪梅指导也是和他们都很熟的 大家都很熟的 你这个时候如果闹得太 太僵的话 对以后也不好 这如果是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那么北京队我就不管了 是吧 我罚什么我不影响下个赛季 我什么遗憾 我就都留在这个赛季了 但是这只是常规赛 第28轮的一场球 我们还是得为未来考虑一下 就是北京手钢呢 虽然这是非常遗憾啊 可能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时候 哎 谢理宾知道回来了 而且冷静下来 他劝所有球员回来了 这个行为 首先我们说 弥补了是对的 王阳补了是对的 但是联赛一定会有所处罚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根据FIFA的规则 根据CPA规则 如果比赛中途离场 甚至你都是应该每个人吃踢的 因为规则当中 你不可以从板凳锡离开 进入场地的 对 按照严格讲 你实际上每个人都要给踢的 所以我们看到球队的管理层 首先刘晓宇是被夺权了 所以他得先离开 对他得先离开 他得先离开 我们刚才看到 在谢理宾指导离开的时候 球队的管理层 副总李其汉 也是马上的追了出去 说你赶紧回来 不能再让这个事情事态升级 这个判罚做出来 就真的是没有任何悬念了 1.7秒 但也未必 1.7秒的话也有得打哦 但是还有 还有一次球权吧